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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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百姓家门口的议事厅 聊天过程当中 问题就解决了 确实我们大伙都受益 来看详细内容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金黄的稻碎 还有火红的辣椒 给人带来满满的收获感 那是 尤其说起这辣味 还不得不说咱天津保底呢 这话怎么讲啊 这不吗 保底区因为盛产六瓣红大蒜 五叶齐大葱和天鹰椒 所以被称为是三辣之香了 说得太对了 最近这三辣之一的天鹰椒 就进入到收获期了 农户们正在抓紧时间采摘 这红彤彤的小辣椒 映出了农民红火的好日子 说到这辣椒呀 咱们不少市民也都话这口 什么呛锅炒菜呀 做个辣椒酱什么的都好使 咱们呀赶紧跟着记者 一起到田地里看看去吧 您看现在我身旁的这些小辣椒们 长势多么的喜人呢 一个个是朝天生长 颜色是特别的鲜艳 而且表皮油亮亮的 光速度也特别的高 那它们呢也就是咱们保底 著名的三辣之一 天鹰椒了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也是天鹰椒最主要的主产区了 王浦庄镇夏王各庄村 这里的种植面积啊 大约是有一千多亩 从五月份开始播种 到十月中旬的时候呢 开始收获了 那您看呢 现场的农民朋友啊 正在抓紧农石进行收割 现场呢 是一副热火朝天的丰收场景 咱们这个辣椒怎么来评判 它辣还是不辣 我们这个是可以测辣度的 一般的情况下 你搁舌头 就是你闻的时候 已经刺鼻了 那个辣度就应该是很高了 你可以尝尝啊 感觉还行呢 你现在尝的是一种香辣 过一会儿你在品的时候 你这嘴就特别辣了 哇 哇哇哇 现在我的嗓子啊 就开始火辣辣起来了 这个辣度得到多少了呀 这个应该达到 七万的辣度 哇这个真的好辣呀 我觉得吃这个特别的暖和 我身上已经辣出汗了 乡村振兴 关键要靠产业 保底区精准扶持 从政策指导到资金补贴 不仅是帮助了本乡人 扩充了种植面积 同时呢 还吸引了很多外乡人 来到这里进行辣椒种植 李大姐是黑龙江人 在政策的指引下呢 在今年一月份 来到这里承包了 一千亩地开始种植辣椒 通过一些网上搜索 或者那个朋友介绍 就是说保底区 对这个散辣政策 我就想了呢 就奔着这块来了 比如说就是 种子补贴这一块 一亩地 补贴四百 降低了我投资的成本 预计今年年产 产量得四十万斤 那很开心呢 在这会儿呢来年还要继续种下去 在三辣产业政策的帮扶下呢 农户们呢 不仅是可以选择享受政府福利 去种植辣椒 同时呢 也可以选择去进行辣椒的出加工 您看了吗 这个辣椒就是刚刚咱们在田地里 看着辣椒晒干之后的干辣椒 这个辣椒啊 能做辣椒干 能做辣椒段 还能做辣椒酱 他们出加工的企业购买机械 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补贴的 今年的政策引导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辣椒的 从种植管理 到这个农机购置 都有资金补贴 累计投资有1500余万元 从原来的2000多亩 发展到了今年的那予万余亩 阿姨今天做个什么菜呀 这儿要炒鸡蛋 把鸡蛋先炒熟了 先把这个这个葱姜蒜 在锅里边炒差不多了 完了把这个辣椒混来一会儿到 哇 我在现场就已经闻到辣味了 你耐吃辣椒多吃一点 你耐吃辣椒少吃一点 加点生抽料酒 这盆做好了 尝尝我们薄底的家常菜 我就觉得看着都已经很辣了 我先尝尝 还真的是挺辣的 不过也是能吃到那种辣子 那种甘香味 香中带辣 吃着过瘾 全村前一屋土地 都用于种植辣椒 通过这种方式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 看过了保底三辣 下面咱们再到冀州去去看看 在那儿 现在这个收获期的农产品也不少呢 没错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桑子西瓜了 跟你说我吃过这瓜呀 特别甜 不过最近好像已经卖完了是吧 但咱今天咱就不说西瓜了 但是说这个事呢 又跟这个西瓜地有关系 好家伙 你这有点太吊人胃口了是吧 不过我好像琢磨出点线索来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西瓜地里产出的其他农产品啊 让你说对了啊 现在这个桑子镇沙土地种的这个红薯丰收了 最受追捧的就要数网红品种了 叫西瓜红 跟你说种这种红薯啊 对土壤要求是非常高的 沙土地里产出的红薯吃起来啊 跟这个西瓜一样甜 这个真是太好了啊 我就爱这口味啊 这个季节里啊 咱吃红薯也是最香了 赶紧跟着记者到地里去尝尝先吧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冀州区桑子镇的二郎庄村 说到桑子镇呢 就不得不提咱们桑子镇的西瓜 不过呢 咱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西瓜 而是我身边的这些红薯 西瓜丰收了 红薯自然也少不了 在咱们桑子镇的二郎庄村 种植红薯是这儿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业 而且今年呢也是喜货丰收 咱们随便拿起来一个看 个头不大 非常的饱满 这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 除了有这样的这种蜜薯之外 还有一个特色的品种 就是西瓜红的红薯 这个红薯啊 属于是网红的品种了 而且呢 它的甜度啊 包括它的品质啊 都非常的高 刚才呢 我们向农户们了解了一下 咱们西瓜红的红薯 今年也是喜货丰收 种西瓜就能种那个红薯 我们这就是种西瓜种红薯 这是最优质的土壤 你看那土 啥性子 这个泪水块 像您种了有多少亩 这个西瓜红呢 红我种了二十亩 今天产量也高 一亩六千斤百分之 今天这种西瓜红 长得太好 口感也好 今天水温也小 红薯丰收了 最高兴的应该还是咱们农民 我身边的这些 就是刚刚采摘上来的红薯 这些红薯呢 实际上已经可以投放到市场上去销售了 不过呢 这儿的红薯可不只是只有西瓜红一种 其他品种的红薯也是有种植的 而且今年都是喜货丰收 我这儿不销售 就是为了呼出来以后 用传统的工艺那个自然晾晒 加工成红薯条 销售的那个价格要高一些 能高出百分之三十吧 这一大锅啊 差不多有五百斤 从刚刚开始蒸 一直到最终出锅 差不多也三四个小时 刚才啊 咱们的农户朋友们呢 也是用这样的小锅 来给我们蒸了一锅 不是最弹的西瓜红 这个 不可能说像有西瓜那样的含水量 但是说确实是像西瓜一样的甜 而且呢 它的这个粘稠度呢 非常的高 吃起来呢 又不色嘴 相比于其他的颜色 它的成品蒸出来之后 这个颜色更加的艳丽 这种啊叫做138 咱们尝一尝这种 这个呢 甜度呢 相对的低一点 它的粘度呢 比起这个西瓜红呢 要更加的清爽一些 吃起来呢 口感也是不错的 西瓜红应该算是一个 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的品种了 您可以根据您对这个甜度的要求 选择不同的品种 现在这西瓜红啊 非常畅销 这个主要的是周边的这些地区 非常的好卖 我们村中户属的呀 不只是一家 每家每户基本上啊 都在四五十亩 仅仅的一亩地来说呀 平均你要产六千斤的话 一块五一斤 就是九千块 在这个市场上销售以外 还有这个我们二次的深加工 深加工主要都是啊 这个湖干 利润非常可观 目前我们桑子镇 全镇 种植面积在两千三百亩以上 也涌现出了七个红薯种植专业村 今年咱们红薯大丰收 实现了一亩在八千斤左右 每亩高的有上万元收入 我们注册了桑子红薯品牌 以精品包装的形式 扩大销售渠道 满足市场上的各种需求 红薯啊 是一种健康食品 在咱们老百姓的家中啊 蒸着吃 烤着吃 炸着吃 甚至把它做成一些 像拔丝红薯这样的菜肴 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 非常普通的 叫红薯玉米粥 放在盘盘里的备用 然后放在玉米渣 煎了以后 放入红薯块 然后放入玉米渣 小火挠至一个小时 就可以了 这个粥里面呢 既有咱们红薯的香味 还有红薯甜味 非常的滑糯 咱们现在这个天气 是越来越冷了 这么一碗粥的话 既能暖身子 而且呢 对于咱们身体来说 更加的健康 老少皆宜 我们现在方便快捷的生活 离不开身边的快递小哥 跟你说啊 有的时候 我如果走在路上 不认识路的时候 要是看到快递小哥 我就找他们问路 聪明 可不是啊 他们是天天走街串巷的 这路熟啊 现如今呢 他们的这个优势啊 就被利用起来了 北辰区是建立了 由区 街镇 村居 和快递小哥 所组成的微信群 发现谁家有困难了 有些不文明行为等等啊 就直接通过这个随手拍的形式 发给街道和职能部门 接单整改 那这些流动的网格员啊 也是逐渐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 我送个退货去 前两天这个他拿错了 我们上去给看看 快递 来给你的快递啊 谢谢啊 行 没事 卢春林 负责北辰区 景岳府社区的快件收发 除了快递员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社区的流动网格员 就你从我下去看看 上次有个大爷 说他不说 我帮他自家看 张大爷 哎 张大爷 上次我送了一个店 我看你不说 不说 大家有联系方式 我你们是就过来看看你啊 那天正好他还是生动了 我这开门啊 可能开门点 有点晕 他看大爷你怎么了 平常学不好 我只要高一点我就受不了 他不放心 因为他原理有事 人家干别人家 他通知我们职位会 我一看 我小朋友太谢谢 太谢谢了 每天在社区忙活 大事小情看在眼里 卢春林也会多留个神 去见过程中 我就看见有一个 车主那个车窗没关 那里面有个钱包 然后我就让职位会联系 当时我是着急 出去办事 没关车窗 东西当时就在桌面这放着 副教室这 快递小哥 就找到职委会 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幸亏及时联系 卢春林说 现在身边不少骑手 成为了流动网格员 看到小问题 大伙随手就解决了 复杂一些的 就立即反馈给社区局委会 我们有这么一道群 随手一拍 发到这个群里去了 里边都有什么事 大伙发现的 安全隐患 环境卫生 你看随时把垃圾给清完了 在小哥停车心里 骑手张亮在拍见时 就在楼道里发现了小情况 流动网格员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跟社区取得联系 反馈出发的 随机的这一些问题 然后跟咱们固定的网格员 形成一个互补 属地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建立先锋骑手红色加油站 通过积分榜 心愿墙等形式 激励快递骑手 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爱 有快递骑手提出 想要一个微博 社区局委会赶紧买来毛线 找会毛活的志愿者帮忙 行 这也挺柔软的 花样挺好看的 戴上暖和 这个颜色呢 戴在博上呢 也挺醒目的 外卖小哥在讨单的过程中 是咱们去点单 然后他们去接单 创新了这个服务模式 由他们去点单 将他们的心愿 写在计刃墙上 我们定期的进行 收纳汇总 满足他们这种心愿 目前 北城区121个村 158个社区 全部建立了红色加油站 三千多名快递骑手 以流动网格员的新身份 参与志愿服务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我们自己引导他们 正当流动网格员 形成了区 镇街 村居 还有咱们的外卖 快递员 市集的这个联动体系 第一时间呢 发现基层治理的一些难点问题 把它化解在萌芽状状态 本台报道 说到清洁能源啊 这是目前热源替代的主要形式 也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今年本市就继续推进煤改燃工程 把燃煤锅炉替代成高效节能的燃气锅炉 并且通过东并下制工作来替换旧管网 在东立区大笔庄工热站 施工方负责人余发军和同事一起 正在对今年新安装的燃气锅炉控制系统 进行再一次的调试 大笔庄工热站 工热范围涉及金钟监狱内的近三万户居民 老的燃煤锅炉已经用了17年 为了进一步节能减排 今年工热站纳入区里的煤改燃工程 4月份开始启动改造 拆除老锅炉安装新设备 时间非常紧张 整个工期加起来的话 就是三个月 这个涉及到五台锅炉的安装和整个配套的水系统 还有电系统 还有就是咱们自控系统的一个安装 在老的锅炉房里 要重新安装每台重达百吨的大家伙并不容易 我们所有的设备体量都比较大 我们是现场的一个施工条件的限制 如果整体来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吊装条件 我们就采取了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厂里把整个锅炉拆散 然后到现场以后进行组装 雨发军告诉记者 一台锅炉各种部件加起来得五千多个 重新组装很夸功夫 那个时候上百名工人是三班轮着干 还得克服高温天气 本身这里面的空间狭窄 然后工人在里面操作的时候 在电焊 然后里面就产生的温度 就比外头的温度就更高 里头最高温度的时候能达到45度左右 我们要减短工人的一个在里头的工作时间 另外我们在外边采取了一些降温的措施 排风的措施 经过大伙的共同努力 改燃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今年的供暖期 大伙就能享受到新设备带来的温暖了 与原来的燃煤锅炉相比 不仅排放耗水量等都有明显下降 低温天气下升温也更快 过去的燃煤锅炉呢 大概提温要在一到两个小时 换成这个燃气锅炉以后呢 预计在10到20分钟左右就能把温度提上了 能每年减少4万余吨的燃煤 除了加强热源改造 为了进一步提升供热质量 东里区还更换了部分老旧供热管网 新中原小区的二次供热管网 使用近20年 年头长了 管道的保温效果也在下降 在今年的供热冬并下至工作中 区城管委经过摸牌 对老旧管网全部拆除换新 入楼的力管还加粗了 提升了居民家里的流量 过去的管道它设计的时候呢 管径是50毫米 把管径加大到80毫米 本台报道 走进冀州区文昌街道的社区 一些廊亭十足景观十分的抢眼 社区在这儿搭建了 可以让居民反映问题的平台 这样一来呢 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 就在居民的家门口了 方便他们倾听民声收集民意 那效果怎么样呢 咱们跟着记者去看看吧 冀州区文昌街道 曲院丰和社区 有五处环境优美的郎亭 郎亭上挂着居民说事方的牌匾 这是社区为了倾听解决居民的问题而设立的 方长就是大家熟悉的社区网格员 负责收集居民的诉求和心声 倾听顾问 由社区里的热心志愿者担任 负责协助方长的工作 每个郎亭都挂着方长的联系方式 以及值班时间 居民有想反应的问题 既能面对面说 也能打电话倾诉 最近居民反应自来水管道漏水的问题比较多 由于管道老化漏点多 反复不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社区也把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请到现场 勘查后确定更换新管道 咱们以前就是修修补补 也是解决的不彻底 需要物业配合的就是修这个管道 占人车位了 把这车给人家看看能停哪 咱们跟居民做好解释工作 更换新管道 破路面积大也需要居民配合 大家分工有序推进施工 您看看现在这个工厂 已经把这管道铺完了之后 然后就是上下垫着新边杂 区院丰河社区一共有2000多户居民 其中年轻的上班族比较多 大家平时都挺忙 社区倾听民生有一定的困难 针对这个情况 去年7月全丰河社区打造了居民说事方 把办公桌搬到居民家门口 居民下楼就可以表达社区民意 像这次管道漏水问题 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地跟进 你看人家停水了 第一时间马上就修 我书记网格园都在第一现场 连夜就是修好了 很受感动 网格园每周收集社情民意 到了每周五下午 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坐在一起进行梳理 小区现在居民普遍 骑电动车接送孩子比较多 充电确实有很大的需求 我们在小区合适的位置 共设计了31组 每组是10个 一共有310个充电头 比如说目前所看到的这个 如果充电完成 它会自动断电 安全有保证 可以满足咱们的小区居民充电需求 电动车充电的问题 晚上之后过了一个多月 把这个充电桩就给大家伙解决了 非常满意 我觉得因为说事坊这个模式特别新颖 面对面去解决相关问题特别高效 文昌街道也把这种居民认可的工作方法 在社区推广 花园里二段社区去年年底成立了十桌板凳会 社区工作人员与群众同坐一张桌 同坐一条板凳 在这个过程中收集问题并想办法解决 我们一聊天 就是没有那种隔阂或者距离感 聊天过程当中 问题就解决了 确实我们大伙都受益 我们是老旧小区 而且这住的大部分全是老年人 他们遇到一些困难 不知道怎么办 有这个十桌板凳会呢 他们就下楼溜弯的时候 或者说健身的时候 就把这些问题呢上不到我们这 我们收集完这些社区民意之后 及时的给他们进行解决 我们十桌板凳会自成立以来呢 已经解决了咱们辖区内80%的民生问题 以居民呢接触更近了 解决问题也更直接了 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推广呢 建成了朋友会 红蓝说事房 这些呢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12家 每周呢我们也下派我们的包片领导 包去干部看看有居民有什么难事 仇事去需要解决 对当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呢 就立即帮他们解决 不能当面解决的呢 就拿到我们街道层面去协调解决 让居民群众呢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台报道 最近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丰收的场景啊 说心里话特别能勾起我儿时的记忆 是啊我之前就听你说过啊 小的时候你是在这个河北农村长大的 其实有这样一段乡村生活的经历啊 就感觉特别接地气是吧 那你看啊 其实观众朋友也都说了 咱海映老师主持节目啊 有亲和力 哎我想问问你海映 是不是跟你的这些经历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不仅是乡土乡情 还有乡音呢 跟你说我们那个村子啊 乡亲们特别喜欢听戏 还有那些擅长吹拉弹唱的村民们 经常排演节目给乡亲们唱戏呢 甭问你们唱的那肯定是河北邦子是吧 对对对就是河北邦子 你看啊咱天津是曲艺之乡 精评邦曲是有好角更有好戏 哎你刚才说到这戏台了是吧 你看啊在咱这个宁河区啊 那就是国家级的评剧艺术之乡 群众基础好票友多呀 这我也听说了票友们不仅传承经典唱段 还老戏新唱唱 唱身边人身边事也很受乡亲们喜爱呢 冯一海是造假城镇冯台村新语评剧团的团长 他唱的是新边台的评剧折子戏 大美冯台村 这两年冯一海和团里的演员们经常行走相间 上门给村民表演拿手剧目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打小在村里 冯一海就老能听到有人唱 渐渐的着了迷 我16岁那年我听到广播唱这个包公戏 公正联名 我喜欢他的性格 所以来说我就爱上了这种平息 只要来说是假如电视啊 广播呀 只要有唱我都看着跟他横横 随后的几年冯一海边听边学 没想到慢慢的还有人夸他了 那时候我在市场队开车 开车给我的横横唱 我们那个村这个老艺人 他听我唱的说 哎你带我唱一遍 结果来说我又给他唱了一遍 公正清廉 我唱一遍 他说你这包公味相当的浓 而且来说唱的时候挺到位的 那个以后你跟我学习吧 于是我有时间 我到他们家啊 老爸呀 我说交给我交给我 没在这 老爷子交给我交给我 练着练着 乡里乡亲都觉得 冯一海唱的有那味了 赶上村里或镇上有演出 冯一海还能登台唱上几嗓子 过过戏隐 好唱戏的还不止他一个 同村叔叔辈的冯志海 以及不少同村人也都好戏 两年前大伙一商量 干脆组个团吧 都是这么一块堆住着 这一个逢台子来说 谁会上谁不会上 我都知道 是吧 所以来说一路找一路吧 大家伙一听 都来一呀 那你都是咱团的团长 你都操住吧 大家伙都跟着我 快点 快点的学吧 都知大伙有这个想法 村两尾班子和镇上的工作人员 帮着给张罗场地 还提供了话筒 调音台这些演出需要的器材 首先我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老师 过来帮我们指导点评一下 使我们剧团的发展更加的专业化 会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支持 提供一些设备 提供场地 家伙设齐了 艺术团正式成立 邻村的王双林会一点板胡 听说冯一海他们组团唱戏 也跑来加入 每回排练都不认真 找到这个宁和的一个艺术家 跟他学了点 关于这个定弦啊 是吧 怎么定啊 都是什么调啊 什么老生唱什么调 是吧 是吧 青衣唱什么调 小生唱什么调 花脸唱什么调 告红了 有些还有一些 这个拉板胡的知识 起初 艺术团出去演出 大伙都挺爱看 可慢慢的 方一海发现 看的人少了 他就去问看戏的人 他们演的到底咋样 人家是这么回他的 我感觉唱的是挺好的 就是啊 我们一来听他唱的时候 总是这几出戏 听来听去的 我们都灰了 如果要的新的就好了 看来还得学新戏了 可传统唱段就那些 想要自己创牌新戏 又没啥灵感 有一年冬天 作为村里的志愿者 冯一海和一位年轻志愿者一起 去走访独居老人 就在干活的过程中 新戏的灵感 有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 创编小段美丽志愿者 正式跟大伙见面了 大伙看了既觉得新鲜 也感到亲切 看完他们的第一次演出 我非常感动 他们把平剧这种形式 和我们身边的事 完整地结合了起来 用平剧去唱出 我们新农村的志愿服务 对我们乡村真心来说 是一个好的尝试 第一次创编新剧目 就大获成功 大伙更有新气了 后来年轻的村干部强俊颜 也主动参与进来 帮助这些叔叔阿姨们 创编新剧 取材都是来源于身边人 身边事 融入到他们的一些元素当中去 包括现在实行的 就是网络用语 包括手机呀 互联网呀 5G呀 就是一些性的词汇 去丰富他们的创作 比如说是手握手机 关天下 共畅农村新变化 这种新鲜潮流的词汇 找对了思路 现在冯一海几乎是走到哪儿 就能唱到哪儿 句句不离村里的事儿 我们这个老百姓啊 种的来说 一片白菜 是吧 一片白菜 落悠悠 全村乐在心里头 这就是创新 这就是我们剧团里 看到的 做黑编道 如今 团里的固定成员 差不多20人 时不时的参加一些比赛 还得了不少奖 不过 他们最愿意的 还是走到田间地头 给村里人演出 宣传民族文化 在基础上 把正能量传出 多寻人喊上好事 得到老百姓 真是认可东西 这是我们文化 艺术的精髓 我们准备想 培养出很多的年轻人 把平息传承下去 把我们村里的 新人 新式 新风生 继续传承 本台报道 这个季节 柿子成熟 大量上市了 好多朋友都喜欢 还有一个东西 越来越肥美 就是螃蟹 这柿子 是香甜可口 润肺生筋 螃蟹 是肉质纤维 营养丰富 这都是很好的食物 但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两样食物 要是一起吃的话 不太好 要是把这个螃蟹 和柿子一起吃 可能会中毒 你这么说 是不是太严重了 这说法有科学依据 咱们还是来听听 医生是怎么说的 老话说 最好别同时吃 不知道是 有没有科学依据 您觉得呢 那既然说到 就别的 非得再一起吃 吃完海鲜 螃蟹 再吃柿子 反正我要吃完 我就觉得胃口不舒服 柿子也属于寒性 我觉得 其实这两样食物 都还有营养 就拿柿子来说 它富含胡萝卜素 脂肪酸 以及分类等多种氨基酸 这些元素 可都是平时身体 所必须的一些微量元素 它呢又具有清肺 生筋 缓解便秘 解酒 这些功效 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 很有用处的 那么一个水果 而螃蟹一类的海鲜产品 鲜香美味 而且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不少朋友都好吃这口 那么问题来了 柿子和螃蟹一起吃 真会中毒吗 我觉得用中毒这个词呢 好像有点太过了 柿子和螃蟹 确实不太适合一起吃 因为柿子里边 它所含有这个果酸 特别的多 螃蟹呢又是一个 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食物 这两者在一起的话 它会容易形成一种 叫做适时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物质在胃中形成之后 它就不容易被消化掉 它会在胃里边 引起我们像消化不良啊 胃口的不舒服啊 脏满啊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柿子和螃蟹 要错开多久才能食用呢 错开四个小时以上 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柿子也不能空腹吃 我们要吃一些东西之后 再吃柿子 这样就能达到 它完美的效果了 现在网络上流传 很多食物相克图 标注着一些食物 同时吃会产生不良反应 真的是这样吗 食物之间的相克呢 它是存在的 像我们中医就有 18反19位 是我们药物之间的 这种相克反应 但是呢 因为网上现在流传的东西很多 具体的 它有没有真正的那种科学性 我建议广大的观众呢 还是可以咨询医生 或者呢 咨询这方面的专家 秋冬季节 天气寒凉 合理的膳食搭配也很重要 除了吃一些热量较高的牛羊肉 给身体补充能量之外 还建议多吃一些 硬剂的绿叶菜 硬剂的大白菜 是特别好的一种蔬菜 它里边的水分是90%的 我们可以用大白菜去榨汁 这种白菜汁喝进去之后 它的预防便秘的效果 比我们吃药物 对身体的那种毒副作用 要小得多 因为它是一个 纤维素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它又补充了水分 尤其在过些天 我们北方会有暖气 在暖气的环境中 大家都容易感觉着口干舌燥 我们这时候呢 多吃一些白菜呀 芹菜呀 这种绿色的蔬菜 对于大家的这个体质 是有很好的保养的作用 本台报道 咱们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信电话 23604个2 或者TJTV新闻频道 微信公众号爆料 或是咨询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 我们栏目编辑整理之后 一一帮您解答 有观众来电咨询 前几天的节目中 报道了东立湖的一片粉色草 特别好看 想问问具体地址在哪 公交车可以到达吗 粉色的草是粉袋乱子草 地址是东立湖自然意愿公园 一辈堤旁的花海艺术市集 您可以乘坐公交663路 694路 696路 720路 690路东线 东立湖生态公园站下车 有观众来电咨询 我们节目中播出的酿造茶店葡萄酒 具体地址在哪 如何购买呢 小编帮您问了 您可以拨打电话 67270582订购 可以邮寄到家 您还可以到滨海新区 茶店街汉桥路99号现场购买 有观众打来热心电话询问 前两天节目播出的可以采摘猕猴桃的地方在哪呢 这处家庭农场位于保底区玉华街道 南桥村南100米 您可以到现场体验采摘 也可以拨打电话13323483377咨询购买 有观众询问 昨天我们节目中报道了一条直播卖螃蟹的新闻 想问地址在哪 这处稻田蟹养殖基地 在保底区尔王庄镇许新庄村 您也可以拨打电话18503720331咨询 注意下周要变天了 周后期将是一语寡照 缓解秋拔饮食凡要注意啥 钥匙同源的叫五支银 看你猫只手感和它这个绒 它量越高 它不就是还用量比高一些吗 羊绒与绒怎么选 教您几招 手回盘之后呢 轻轻地一开呢 它就又会重新捧起来 博海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最年轻的一家 银城一旦选择 终身相伴的服务领练 以更高起点 增添影响世界金融党 中国力量 中国移动 做世界一流信息服务 科技创新公司 拿起手机爆料很简单 操作只需三步 一 关注TJTV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 二 点击下方我要爆料 三 填写爆料内容 还可以上传图片 记者帮您跑腿 替您问证 并有机会在百姓问证 和都市报道60分钟播出 手机爆料 就是这么简单 快来关注TJTV新闻频道公众号吧 这相比前两天啊 今天在户外就感觉非常的舒适了 温度适宜 微风吹过呀 溜弯啊 锻炼都感觉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听说下周 冷空气可就要来了 咱们还得多注意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白天其实整体在户外感觉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尤其从这个太阳出来以后 在户外就感觉有一股暖洋洋的一个感觉 尤其到了这个中午前后 随着这个温度逐渐升高 户外还有一个微风 所以在户外感觉是非常舒适的 你看现在户外也有不少这个居民带着孩子出来溜弯 然后自己出来锻炼 天气是非常的晴朗的 时时的温度 基本我看在这个十点以后 一直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呢 基本都是维持在21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这个时间段在户外 我感觉这个身上就一个是暖洋 另一个感觉已经出汗了 但是这个一早一晚的最低温度 相对有一定的一个降低 所以说一早一晚 你要出门的时候 还是一定要增添一点衣物 你感觉穿这么多 我感觉昨天有点冷 所以今天保袋干冷一热在衣 够热的 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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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挺暖和的 走起来还有点出汗的感觉 就感觉今天风比较小 比较暖和 太阳比较足 所以大家出来玩会儿 晒下太阳补盖 空气质量也挺好 头两天就有点阴天 有点阴冷 未来的三天 都是以晴朗天气为主 所以说未来三天 整体在这个湖外的温度 还是比较适宜的 特别适合在湖外活动一下 但是从下周开始 尤其在后半周 整体的气温 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因为在后半周 冷空气又来了 下一周周前期 晴转多云 周后期将是 阴雨寡照 气温明显下降 特别是最高气温 最高气温将不足14度 周前期的最高气温 还会维持在18度左右 咱们俗话说 这个春困秋乏 下打嘴 睡不醒的冬三月 其实进了秋天以后 整体感觉这个秋乏现象 我是感觉还是有的 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感觉 白天睡不醒的一个感觉 就感觉比较困乏现象 非常明显 这个困乏现象 到底这个医生 怎么来解释 我们来一块听一听 逐渐的进入秋天以后呢 这个白天的时间变 逐渐的变短 夜晚的时间变长 所以我们人体 其实是一个自然的 一个调节过程 它就会出现这个 这个睡眠的时间 逐渐的延长啊 容易觉得困乏呀 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调整 就是晚上早一点入睡 饮食上 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可以吃一些 资金润费的东西 我们中医的一个小方子 是药食同源的 叫五支瘾 它是由五种 这个食物和药物 来构成的 包括这个梨 鲜藕 还有鼻气 还有两种呢 就是麦冬和卢根 这两种在中药店 都可以买到 泡开就可以 喝这个汁就可以 也可以缓解秋乏的症状 这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每天睡前 必须要关注两件事 两件事 睡前是吧 是 先关门 再关好窗 这还用你说吗 现在这天不关门窗 那不得着凉了呀 是 我说的这两件事 一是要看明日现行 对吧 是 这二 就是要看明日的天气了 是 你说这两件事 确实应该关注啊 不过我跟你说啊 我只关注一件事 那就是明天 要不要穿秋裤 这是灵魂之问 对吧 是 跟你说啊 这个周日就是双降节气了 那可就不只是 穿秋裤的问题了啊 很多保暖的衣物 你都得提前拿出来啊 说的没错啊 那咱也不怕 这天冷了 咱就穿棉服 再冷的话 咱里面有羊绒 外面有羽绒 这个就叫暖意绒绒 双保险 你这还挺会穿的呀 那是 那你会选吗 哎呦 啊 你看现在市面上 这羊绒羽绒琳琅琅满目的 哪个是真羊绒 什么样的才是合格羽绒服 这里面薛文可多着呢 换季了嘛 然后正好上新款了 然后来挑选几件盐红衫 款式第一吧 女孩子还是喜欢款式 然后就是保暖性 还有一个性价比吧 主要就是看 哎 看你猫子手感 和它这个绒 也大的 对对 起不起猫也就这个吧 不太 不太会 只是看它那个标签的 那个含量吧 含量越高 它不就是含蓉 含蓉量很高一些吧 比较舒适吧 只能相信品牌 想知道羊绒和羊毛怎么选 羊绒衫因为保暖性好 柔软贴身 是不少消费者青睐的 郁寒神器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除了羊绒衫 有的商家还推出了 绵羊绒 高羊绒的真织品 让人有些物理看花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羊绒衫呢 记者查询发现 国家标准对于羊绒的 规范名称为山羊绒 就是山羊身上细细的绒毛 产量低 但价格比羊毛 要高出几倍 甚至数十倍 按照国家标准 山羊绒的含量 在30%以上的 才能称为羊绒真织品 而在国家标准中 并没有绵羊绒 这个纤维名称 所谓的绵羊绒 只不过是绵羊毛中 较细的纤维 虽然都是羊字辈 但实质上相去甚远 有些商贩 会在羊绒真织品中 掺杂羊毛 消费者通过火烧纹味法 是无法辨别的 只能通过高倍显微镜 观察纤维形态 予以区分 这片 然后看纤维的形态 这个片子是一个羊毛 跟羊绒的混仿的真织物 像这种没有绵片的 它都是绵羊毛 绵片比较厚 然后它的均匀度 没有山羊绒好 这根是绒 因为它的调干比较均匀 然后绵片比较薄 这个绒是比较少 大部分这些都是毛 这里边大概是有5%所有的山羊绒 除了专业的检测方法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挑选羊绒制品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首先要观察外表 它的外表应该是 沙线比较有光泽 其次用手感去摸 整个羊绒山的手感 应该是非常的柔顺 然后要观察它的表面 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毛雨 毛雨多的话呢 在我们穿着的过程当中呢 就容易祈求 虽说羊绒好处多 但它也有软胃 就是不耐磨 一祈求非常娇嫩 日常清洗及养护 可要多注意 首先咱看水洗标 这件就是可以手洗 可以干洗 不可以积洗 冷水中性洗液 快洗快出 也就两三分钟吧 着重的部位 领子袖口搓一搓 其他就是泡一下就可以了 羊绒的话不会缩水 但是它洗完以后 打理不好以后会变大 晒的时候就是阴干嘛 最好别架上它 天气再冷点 羽绒服就要隆重出场了 选购羽绒服第一步 就是要看标签 首先要看它的标识 充容量和溶子含量 羽绒的保暖的系数呢 都是通过一个蓬松度的指标 作为这个考核它的标准 检测人员告诉记者 充容量指的是 羽绒服填充的全部羽绒的重量 而溶子是羽绒保暖的核心有效成分 通常以百分比来显示 低于50%是不能叫做羽绒服的 除了看标签 下面几个小窍门也能帮您挑选一件 保暖效果好的羽绒服 压下去压实了 然后呢 手回弹之后呢 轻轻的一拍呢 它就会重新捧起来 这样呢 就会能表现的这个羽绒服 它是比较好的质量 另外呢 大家在穿着羽绒服的过程当中呢 会遇到一种现象 跑绒 所以说呢 在挑选这个羽绒服的时候呢 就要仔细看一下 它的缝制的质量 如果它的缝制的线呢 比较匀密 基本上就不会跑绒 本台报道 奉献自己力所能及 人人可为 人人能为 我知道了 你说的这几个词啊 描述的就是咱们身边的志愿者了 说的没错 你看我们经常报道的 当然还有咱们主播们 也会参与其中的 就包括扶老住困啊 扶若住残等等 可以说 在服务群众的过程当中 志愿者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 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 我们也看到啊 很多的社区乡村 企业学校 都是成立了志愿服务队 而且啊 还都有着自己想象的名字呢 我觉得啊 这不仅仅是咱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展 更是体现出了新时代奉献精神的新内海呀 那咱们今天呢 就说说北辰区小店镇 刘安庄村 这是有着一万八千人口的大村子啊 为了给村民们做好服务 村里成立了六支志愿服务队 有四百多名志愿者呢 村里的志愿者们 就结合乡亲们的需要 把这服务项目真正做到了大家伙的心坎上 忙碌之间也让乡亲们感受到温暖 曹德荣老两口都七十多了 志愿者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家里串串门 帮忙干点活 幸好孩子不在跟前 有时他想伴没工作 谢坤是安心好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工作之余 他也总往老人家里转转 洗碗擦玻璃 看见啥活干啥活 他们这支志愿服务队里轻壮年居多 干点力气活 简单的维修个水电都不在话下 安心好人服务队成立了快三年了 最早就六个人 现在有二十六个维修店 还有的桶装水 四十大的服务队来给送 这个月是全国敬老月 村里给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了慰问品 服务队也把米和油给老人送上了门 有什么活顺手也就给干了 这个店呢调查 当会马上给您来电工给您修一下 谢谢 这个如果以后 这个如果要是说调查了 把这个摁进去 一合上就可以了 好 那行 这个线我给您回来扣往槽 这不允许露外面 太好了 好目的露都管 都手一电话过来 满意满意 太满意了 而在另一支支援服务队里 《坑腔娘子军们》唱了主角 提供的支援服务 也都是大伙平时拿手的 三年前 王阴林因为生病行动不方便了 支援者卢颖就经常上门 帮王阴林老两口拾到拾到屋子 老人年纪大了 眼神不好 认不了针 这针线活 卢颖他们也都给包了 支援者就上这来帮忙了 扫地拾到拾到屋子 都不错 照顾都挺好的 《坑腔娘子军》支援服务队 是村里在两年前成立的 主要就是为了 让患有肢体障碍 或行动不便的老人 得到更好更及时的照顾 卢颖在村委会工作 还是村里第四网阁的网阁长 因为心系想得周全 他和村里的十二位大姐 一起为村民们服务 洗洗被罩 缝缝背 然后给做做饭 做做卫生 就是干一些这个家务活 需要拿药一个电话 没菜的时候打个电话 就送过来 这些支持者服务 服务也是正好 确实都是真心的 临近中午 卢颖他们又来到村民 魏翠兰家 帮他做做饭 不要啦 大队到这儿可能给帮着点 长期的 给送点米啊 面啊的 挺好的 如果说没有上完下下帮助 不可能 现在有人家说 恢复的挺好的 一点也不像病人 这两年村里加大力度 发展志愿服务力量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 也参与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 村民宅相民 已经参与志愿服务三年多 坚持在上下学时间 护送孩子们过马路 下午4点15分 第一波学生离校 一直到6点左右 最后一波学生回家 只要是上学的日子 几名志愿者都会用他们的行动 守护学生们的安全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实践站的建设 在小店镇 各村分别成立了 四家恩资志愿服务队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四就是指学习宣传服务队 文明风尚服务队 互帮互助服务队 文化健身服务队 另外结合村情服务对象等内容 成立特色志愿服务队 我们刘安庄村县志愿者 共有400多人 我们围绕着村民生活 西西经关项目 展开服务 开展敬劳慰问 安全巡逻 卫生清理等服务 最大限度的为村民提供便利 本台报道 正规的种植芽到底应该多少钱 一直以来都是民众关心的 社会热点问题 日前针对种植芽价格问题 9月8日 国家医保局 印发了种植芽定价通知 明确公立三甲医院收费标准为 种植芽医疗服务费4500元 不含植体 芽罐等耗材 在收到政策的第一时间 我们作为医保定点医院 率先执行了医疗集采价 医疗标准的前提下 定价4990元每颗 一架全包的种植芽 含医疗服务及植体和芽罐 之所以定价为4990元 首先是响应集采政策 其次也是希望尽快帮助 缺牙市民 恢复口腔健康 避免避免遭受低价陷阱 种植失败等问题 目前政策是每日限10人 报名电话 022-5896-9968 022-5896-9968 看牙就来海德堡联合口腔 数字化种植 美学正基 光动能美白 儿童齿科 一站式综合口腔检疗服务 德国品质有保障 拿起手机 爆料很简单 操作只需三步 一 关注TJTV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 二 点击下方 我要爆料 三 填写爆料内容 还可以上传图片 记者帮您跑腿 替您问证 并有机会在百姓问证 和都市报道60分钟播出 手机爆料 就是这么简单 快来关注TJTV新闻频道公众号吧 记者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2022年10月20号临时至24时 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59例 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 其中确诊病例6例均为轻型 无症状感染者53例 今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第43号通告 10月22号星期六八时起 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高中低风险区域和静态管理区域的居民 要严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 近海区痊愈人员要在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出来之前 继续保持相对静止 其他区居民采样后 需持有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可安排必要出行 再来看下面 一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晴天太阳好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少老年朋友就都出来溜弯锻炼了 这多�晒太阳能补盖对骨骼好啊 咱们这两天也说了 骨质疏松的话得补盖 还得多晒太阳 才能促进钙质吸收 但是有些朋友说了 如果生成骨刺了 这是不是补盖有点过头了呢 咱老百姓常说的这个骨刺 实际上就是骨质增生 不过我也纳闷 这骨质增生真就跟这补盖过多有关系吗 来看看今天的姐姐说健康 咱们大伙就都明白了 小王最近膝盖疼 到医院一检查 大夫说是骨质增生 小王认为 这跟自己最近总是吃钙片 补盖有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会 骨刺是机体的自我修复过程 不是因为缺钙 也不是因为过量补盖引起的 这里想多提一点 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 骨质增生是骨质疏松之后的 黄固措施 在骨关节的表面有一层软骨负着 与到了缓冲压力和冲击力的作用 如果说软骨是沙发垫 那么软骨下的骨骼就是沙发的基座 沙发垫磨损 往往是沙发基座的支撑结构 最先出了问题 根源就是骨质疏松 于是软骨缓冲冲击的能力下降 产生疼痛 为了不让疼痛 持续我们会下意识地改变正常的姿势 这会造成骨骼承受力的下降 骨骼不断地调整 加固骨刺就因而产生了 所以骨钙对于骨质疏松的改善 是有意义的 而骨质疏松的改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延缓骨质增生的进展 如果没有引起疼痛等症状的话 一般不用特意去纠正 如果骨骼产生了症状 可以先用药来消炎止痛 就压迫到神经血管 并且引发出病理症状的这些骨骼 或是已经长得很大 已经让关节卡齿的骨骼 还需要手术等治疗方案 强调两点 多锻炼就不长骨刺 还有就是长了骨刺就不能运动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因为长期超负荷的运动或者劳作 可能会加重我们关节面的磨损 不止骨刺形成和软骨下的骨硬化加快 加重软骨的蜕变 而另一方面绝对静氧是十分不利于关节恢复的 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不要运动过于激烈 运动量的大小应该因人而异 脉骨质增生如何预防呢 来教大家两个动作 双手抱膝 尽量让膝关节紧贴胸口 让腰部肌肉充分拉伸 坚持5到10秒钟 每组做10到15个 组数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 做到全身出汗为最好 第二个动作 我们先踏在床上 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 缓缓挺起上身 同时脚压在床上保持不动 注意颈部不要压得太紧 上身挺起高度量力而行 坚持5到10秒钟 并缓缓吐气 然后姿势还原 每天做15次 好 观众朋友 今天都市报道60分的内容 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